眼前看到的这个巨大的风土堆下埋葬的既是一位皇帝又不是一位皇帝 因为他的皇帝四号是在死后才追风的 而他生前呢并没有做过皇帝 而是把自己的皇位让给了他的三弟 这个人就是李旦的长子李宪 我们是从西安行驶了将近120公里才来到了这里 目前呢这个陵墓是不对外开放的 而更为神秘的则是他的帝宫 他的帝宫曾经开放过 但目前由于装修尚未开放 李宪在生前并没有做过皇帝 但在死后呢李隆基给他追风为让皇帝 他的妻子呢被追风为公皇后一起葬到这里 看到我后面那个墓碑没有 今天我们来参观的就是唐惠林的陵墓啊 这个地宫目前为止还没有开放 但是我们能看到的也只是其中一部分 我尽量给大家拍到能看到的地方 惠地灵呢目前是作为一个景区对外开放 但是他的地宫呢一直为对外开放 今天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地灵 顺便再去参观一下他的地宫 看看我们究竟能在地宫里面看到的什么 据说出土了好多文物 我们已经进来了啊 先来环视一下四周 这是前面这个院子 后面呢就是地宫所在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博物馆 这前面呢就是正门 从这里进来的 这个陵墓呢南北长约一千米 风土堆直径达三十米高 约十五米 也是一个陪葬墓 这个墓碑上记载的是唐朝公主李华 她也是惠林的陪葬墓 是唐瑞宗李诞的第四个女儿 自花晚 足于公元七百三十四年 李县的陪葬墓还有很多 而她本身呢又是乔林的陪葬墓 这就是地宫天井的出风口 一共有四个 而她的地宫呢是由七个天井 三个过洞 还有六个壁堪 涌道和墓石组成 其墓制规格高于太子墓 公主墓 仅次于帝王林 而惠林呢也是屡自被盗 1999年的时候发现了将近九米深的盗洞 从风土直接打下去的 然后呢考古队进行了强救性的挖掘 这是让帝惠林的地宫简介 李县呢一生十分的节俭 不太过问正式 但是专攻于音乐 他认清了当时的形式认为应该让位于李龙基 这是牧师的地宫啊 我们刚才跟保安同志沟通了一下 才让我们进来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啊 这个墓道还是很深的 然后它的周围的壁画是很精美的 据说啊 里面画的是青龙白虎 栩栩如生 这个地宫我们最多只能走到前面的入口处 因为什么呢 因为入口处有一个监控 现在呢 这个地宫还没有开放 不允许进去 而且它里面的文物呢 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又不像张怀太子墓 包括张怀太子墓的壁画 都已经是被接走的 这个保安大哥告诉我们啊 我们只能来墓道口 来这里拍拍青龙白虎 这个雄伟的壁画了 其他的就不能拍了 墓道口这个十分精美的壁画 目前还是保存完好 像太子墓什么的一般都没有啊 因为这个实在是帝王才可以这么画 而究其原因呢 就是他与李龙基的关系非常的好 也是李龙基非常信任的人 就像明朝的燕王朱棣 信任朱棣一样 那样的关系很少见